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出的这些个事 随便哪个个案 你要是拿到这个较为文明的国家 那都是轰动性的 那都是就是让让令人就说是就是发发指 或者说是不齿的这种事情啊 我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河南 河南你知道这这这几天 当然国家都去关心了 对吧 这孩子现在不能让他跟他妈一块住了 七岁的男童 在家里一直跟猪一块住 而且根本没有说话的能力 就说明他没有一个 连说话的教养都没有 就孩子不会讲话 然后这个邻居说起这个七岁男童来都流眼泪 就有时候邻居干预啊 就这孩子就有时候他妈 怀疑他妈是不是有点什么精神急患 因为村民啊 就当着记者面就骂骂他妈 说他这个娘啊 抓着孩子的脑袋 每天就光光光 往门上撞 一撞到好几下 把孩子在撞哭 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他妈听着就在一边笑 你看这就是孩子跟猪 在一起 七岁的这个男童 你再看下边 你看 进了门 这个墙角 这就是孩子日夜睡觉的地方 这孩子都 这村民说这孩子都不给睡屋里 就一直在睡 还是他亲生的 你再看下边 你看这孩子的脑袋 就磕的 磕的这个疤 都是给他妈这么磕的 然后说他 他爸干嘛呀 他爸每天就是 到城里去拉那个干水 就靠着这个养活一家人 早出 晚归 也见不着孩子多长时间 晚上回来 然后呢 就说这家里的生活 他爹从城里拉了干水回来 就见他们这家人呢 就在这个干水里挑这个 能吃的东西 就就就就吃 吃这个东西 吃这个城里的这个厨余啊 这 而且就是这个 这个孩子 这现在有些什么爱心组织也去了 这新闻一爆出来 就是说 像这种情况啊 你的这个父母亲 不 哎 法律上是不是会有虐待 这个罪名啊 就是你这个 是吧 你你你亲 你亲生父母 至少说一样 就是说 假如他是个精神病 哎 那就不能再跟他的父母亲 在一块了 就事实上 你不能把 就把这个孩子放他手里啊 他们去看的人呢 到河南那 那个村去看的人 就说 如果再这样下去 这个孩子肯定存活不下去的 这个 这个七岁的孩子 那你刚也说个案吧 因为我们以前也经常说什么 呃 全世界没有天堂啊 什么地方 每个地方都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那看那个地方文不文明 是看整个地方怎么样回应那个不好的事情啊 不管是强暴暴力等等 整个社会是要怎么来评断 怎么回应 怎么散后 这样才看到那个文明的程度 我们经常坚持这种观点 那现在你说啊 那是爱心团体啊 警察也干预了吧 对民政部门 这这这这这这国家洋起来吧 像这个的 对啊 对啊 那这个部分是看到进步 那可是有个关键 或许我没有几次看那个材料 我说材料没讲 是说到底这件事情啊 邻居知道了多久 有没有 有没有人去报告 去揭发 为什么前面没有监管呢 假如是这样的话 难道都没有 有人知道吗 到现在才爆出来吗 他不像在美国 在美国经常有啊 把小孩乱七八糟了 这变态 把自己的小孩 放在森林里面 一个地方小木屋关起来 根本没人知道啊 或者放在房子的 Basement Dungeon 对不对 地固什么 所以现在你说 住家这种地方 跟猪在一起 难道没有人知道吗 不知道 但是中国农村的这个这个村民啊 他没有你的这种观念 他就毕竟还是觉得 那是他们家的孩子 有的时候这个村民啊 就这个 他们家就把这个孩子 一天一天的锁在院子里 有的时候村民都踹开他们家门 你看中国的乡村就这样 这个看不过眼了 就踹开他们家门 拿点吃的给这个孩子吃 但是你要说这些村民去 举报他 好像我我我觉得一般 你觉得中国人会这样 管邻居家的事吗 观念上是非常非常值得讨论的 就是观念上是非常非常值得讨论 就是一家人家 就父母对小孩 中国人有一个传统的观念 就是小孩是父母的嘛 我不生出来哪有你嘛 所以你知道父母打小孩 在中国是非常 就是在相当程度上 就挺普遍 就一般的体罚 很普遍 旁边人没法管的 这个就是 他推上去的逻辑 就好像某些国家 他的政府 对他的人民的事情 是不是属于他国家的主权 就是说对 就是一家人家里边 他的家长对小孩 有没有使用局部的暴力的权力 或者说很简单 比方说我们讲一件 不讲那么极端的例子 比方说小孩撒谎 偷父母的钱 啪 老爸一耳光 那隔壁邻居看了 有没有权力管 应不应该管 有没有权力管 可不可以打电话报警等等 我觉得在中国这是个关键问题 还不是一个法律问题 在美国邻居就举报警 美国不仅是打 你小孩一个八岁 一个十二岁 关在家里 他们自己到夏威夷去度假去了 等他夏威夷回来 被抓起来了 被抓起来了 因为你把小孩 未成年的小孩 放在一个家里 这个就犯法了 但是他们变成了一个社会 他把这样的新闻搞得很大 变成了一个社会常识 就是说小孩 不仅是你的小孩 他是一个公民 那对公民 尤其他是未成年 所以你必须有 有有 各这样这样这样 照顾他的责任 你不给他吃 你打他 你都是犯法 在中国我相信 这个是有一个 很大很大的一个 一个争论 很多人可能都不同意 觉得这样 可是假如乐观一点看 因为虽然是可能农川乡下地方 可是毕竟我们是2015年 毕竟就算那些人不看手机 什么有电视新闻 什么 那因为有程度的问题 现在不是说那个妈妈 打小孩一下 是这样的暴力 跟猪在一起等等 而且甚至连邻居都已经进去 什么喂 给小孩吃 他当然是知道这样不对的 他才去干预 然后他怎么可能没报警呢 所以我觉得 你说谁又没报警 就是邻居啊 村民啊 所以我真的就是 但中国很多老百姓 我觉得他不会报警的 这件事情更复杂了 这件事情 你甚至都很难说 他是虐待 因为为什么 从他母亲的角度来讲 他可能是滞胀 或者是有精神病 换句话说 你是没有剥夺他的这个 养育小孩的权利 只要你没有剥夺他 他都没有错 因为你说你讲那些事情 他还在旁边笑 对不对 那他是一个病人 你没法说他虐待 你讲他父亲吧 你跟猪在一起吧 你吃那些东西吧 他说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他本来的生活就是这样 他可能说我们自己 也是这样生活的 我们并不是 我们并不是特别的虐待他 你相信你现在控告他的父亲 说你虐待你的小孩 他父亲肯定还不承认 没有 我现在说 这个情况有点特别 对 可是那个 你说的那个部分 是专家法官之后 报官之后 香港喜欢讲报官 报给官府 我们非常封建的 那个之后去判断的事情 到底是不是精神病 到底他什么理由会这样做 现在是说 已经有邻居 看不过眼了 干预了 甚至一条村 他可能不去报警 那我不相信 川的那个领导 不知道 这是往往有这样的事情 你这个话说的对了 你说的对了 就是说 所以我说 你要说是个案 有的现在的情况 就我觉得中国孩子的 这个这个命运 你要说个案 他有些地方的密度 我就跟你说贵州碧节 这个地方 那么贵州碧节 这个地方 就这两年间 我们看到的 先是有四五个孩子 就是那种 所谓的父母到外头去打工 留守儿童 四五个孩子 在一个垃圾桶里 闷死了 对吧 就避捷嘛 然后前一阵 一家四个孩子 自杀 喝农药自杀 避捷的这个七星关区 甚至就这个区 对吧 最后这个相关的当地的负责人 你都要负责任的嘛 你这是你你作为村长 或者你作为县长 这事你肯定有责任 但是同样 我之前又看见 就是这个七星 同样是七星关区 你说那个地方的孩子 处于一种什么情况当中呢 受害人家属 最近刚刚拿到判决书 一个月之前 七星关区一个小学的 这个校长被判了死刑 他是怎么呢 强奸猥亵六个学校里的女生 就是同一个地方 七星关区都是这个地方 那么如果说在一个中国的 一个偏僻的地方 在两年内 就传出这么几件事情来 你有没有理由 可以怀疑在更大范围内 会出什么情况 包括这个河南的这个事 所以我就觉得 咱们国家也挺奇怪 发展水平啊 非常的不均衡 你按说河南落后吗 河南并不落后 偏僻吗 不算太偏僻吧 但是 中华文明的摇篮 对啊 咱们现在好像 我理解 咱们不是饥饿问题 或者什么都解决了吗 差不多 还是就是 为什么会有这种 就是 咱们先取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咱们先取下广告之后 咱们先取下圆 我过去还以为呢 就说是这个西方老没事发生点那个 鸾铜的那种新闻吗 觉得那种报的特别多 但是实际上中国的情况怎么样啊 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有一个工作小组对中国的虐童状况 做了一个系统评估 这个数据非常惊人 他们的估算是中国有26.6% 就是说将近30%的18岁以下的青少年儿童 遭受过身体虐待 19.6%就是说相当于五个里边有一个 就遭受过精神虐待 8.7%遭受过性虐待 然后我不知道他怎么算的 就是2010年仅这一年 对儿童的身体虐待所导致的恶果 就让中国的GDP损失了500亿美元 因为童年的情感和性虐待造成的损失 分别是280亿美元和228亿美元 就就你别说是什么因为新闻报道啊 怎么怎么样 其实我倒觉得新闻报道只是让早已经存在着的一些事情啊 浮出水面 新闻报道香港的那个报纸啊 6月11号有个报道说是畜生情侣 这个弄死了三岁的娃娃 然后有6月10号有个报道说三岁的女童遭虐打 骨折陷入昏迷 4月13号两个月前 有一个两岁的小孩被虐杀 只判了13年 然后那个男的六年以后就可以假释 14年12月24号的报道是 一个小脑浆如碎豆花 夫妻虐死婴儿还想偷着火化 就是这样的消息是很多的 还有一个是被打不敢哭出声 一岁娃娃变成了植物人 还有是妇虐三岁女拎头抛出门 冷气宫什么什么把女儿踢飞三尺 就报纸上一直不断的在有这些事情 纯粹从法治上来讲呢 我觉得最近的一个变化很有意思 在人大常委会提出来 就是说这个虐待罪啊 以前是要这个被虐待的方提出来才受理 现在要把它改变成就是说 就是被虐待的人没有提出 旁边的人或者是政府也可以来控告 因为你想这个小孩 你叫他自己怎么来提出 他都被你搞傻掉了 他你再虐待下去 原来不可以的 原来虐待罪要受虐方提冲 不告不理 到现在法律还是这样 最近要修订 但是这个只是法律 我跟你讲中国法律到下面 好多层要路走 最实际的按我的社会的经验 就是说像这种 比方说这家父母对小孩 真的太不像话的话 按我的经验就是 你村长里的那个村长啊 乡长啊 知书啊得出来说话 一般通常都会这样 就是说假如旁边邻居啊 你去管他是不行的 你去管人家怎么对他的小孩啊 他到时候跟你打起来 就跟村里的掌权的 实际掌权的人 说太不像话了 这娃这样跟猪一样 太不像话 通常常规呢 这个地方的领导呢 也会跑去说 你怎么搞的嘛 你这样给我惹事嘛 你这个怎么可以这样嘛 实际的情况是这样解决的 这样有效 等到真的法律下来 事情就大了 那不如干脆退回以前嘛 不是有每个社区都有大妈吗 社区大妈 他就去管事里 行吗 我以为敲门 有没有打小孩啊 小孩出来看看 来检查一下 我记得听他们说 朝阳群众 现在有朝阳群众 大妈还会关心你的夫妻生活嘛 最近好吗 快乐吧 大妈就关心夫妻生活 对吧 打孩子 打孩子大妈不一定 就把他们责任扩大嘛 没有那是开玩笑 可是受认真的 以前在美国啊 读一个社会工作的课程啊 提到有些program蛮好的 可是不一定 美国所有地方都推行 可是效果非常好 就是教育 什么教育呢 因为我们经常说嘛 现代社会那么复杂 我们学什么数理化 什么学了一堆 可是有两种东西没教的 一种是什么 一种是理财 现在开始有了 其实小学中学 教你理财的概念 一种是什么 当父母亲 或说当夫妻也是 没有教你谈恋爱嘛 他有性教育 性教育就是教什么 生起器官给你看一个 横颇图这样子 然后教你怎么当爸妈 然后他的做法是什么呢 用了工作坊的做法 那些特别中学的男生女生 你真的要照顾一个baby 当然老师在旁边 照顾他几个钟头 那你明白那种责任 那你生不生以后 第一个不敢乱搞 或说不安全性行为 你当年轻妈妈很痛苦 年轻父亲 另外你有爱心 比方说有一个实验 是非常有效的是什么 有些所谓的不良少年 非常叛逆的 甚至犯了一点小事情的 法官法理 法理什么呢 去雇为院照顾小孩 照顾比例小的小孩 那照顾了两个礼拜以后 他明白什么叫做责任感 OK 这个部分马上 他后来改变很大 我觉得假如是这种情况 就是那个略带小孩 不管是香港还是大陆 这是在中学教育 那个真的给你具体去操作 你真的觉得那个是一个人 那是一个人 以后你当了爸妈 你讲那些方法真的都很好 那就好像是那个 跟吃猪食的那个小孩 现在要给他一个布丁蛋糕 我觉得在有些基层的地方 儿童处于一个什么状况 其实很让人担心 你比如说最近又出来一个什么事 在云南宝山那个地方 学前班 七岁 然后就是三个男童 七岁的男童 侵犯同班 23个男童和女童的生殖器 那么对 然后现在已经去检查 发现至少有一个小女孩 这个处女膜破损 他们就拿这个手 拿木棍 然后说是这孩子们在玩游戏 就这三个男生 就有点小恶霸 然后就是说我们是医生 全班同学排着队 跟我们玩小叽叽 女生就是玩下体 就是我们医生给你检查身体 你说是七岁之前的 就是七岁 六七岁 学前班 就是玩这个医生 给病人检查身体 全班的其他同学 就乖乖的 让他们侵犯下体 那么就有些人说 你说这叫性侵犯吗 但是也有些人讲 他七岁的孩子 他是性侵犯 还是性好奇 但是是玩的过分了 玩的大了 老师没听见 老师不知道发生这样的这个事情 你说这个孩子 他可以算是游戏 就是过分了的游戏 也可以说是暴力事件 对吧 也可以说是性犯罪 在某种程度上 这种事情最好的研究 就是弗洛伊德来了 他可以拿来搞出一大堆的儿童性的这个研究 对不对 那些人估计也不能算是 就是最多就是小流氓了 就是最多就是小流氓 孩子之间啊 你比如说在幼儿园 有些小孩 因为他有种好奇啊 互相看看对方的这个小鸡鸡 我们都玩过啊 小说都有 对啊 但你为什么那时候没 我没玩大了呢 但不会上纲上线到什么性侵犯 我不是去弄人家那个 我是被弄那个啊 一群女护士过来 所以有了他今天的心态 可是重点 你看你不够呢 人家就没法帮你 所以隔了这么多年 你现在也要起来告啊 我没告啊 他们跟我同年龄我告嘛 我觉得晚的不够 我没有不是开玩笑 为什么说晚的不够 因为你刚说的很好 有人说是信号奇吗 七岁嘛 最后是七岁嘛 OK 所以呢 在那种学校 不管是幼儿院还是小学 一定有老师 在用某一种方式来 说难听是监管 说好听是辅导嘛 因为不要说玩小鸡鸡玩什么 他小孩子不懂啊 他生气抢玩具 他可能会一下就打你啊 就像美国经常发生事情 五岁拿父亲的枪 来打死三岁的弟弟 三岁的妹妹 你第一个 怎么会给他们拿到枪呢 第二个 怎么会没有人在旁边辅导了 关键在这里嘛 那你好奇的 坦白讲 好奇晚大了 晚大 这是从某个角度来看 是怪怪的 所以我反而是很奇特 这样七岁是不是已经开始看网站了 那种奢情可能不小心看到奢情网站 父亲就是留下来 就是这种教育的意识 看管的意识 你想咱们那天谈 就说80后都在离婚呢 或者走在什么离婚的路上 那有一个80后离婚的就讲啊 他就说你看我们现在的父母就是什么 希望我们在中学不要早恋 甚至在大学最好也不要找男朋友 对吧 他们希望我们都最好 那个时候别出这个事 但是又希望我们大学一毕业一工作呀 马上有一个如意郎君 最好还有房子的 可以 而且还可以结婚 所以说我们没有任何的教育和经验 我们只有在婚姻中试错 那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过去啊 我老觉得我还有一阵挺瞧不上美国人呢 我是太娇气了 真不像中国人这么扛燥 你比如说美国人哎呦打个越战 又有什么退伍军人综合症了 对对对 我说我们这老战士身经百战的 谁谁谁怎么着了 对吧 每年一寇丝甜 对老头天天打太极拳健康的很 那么美国又不行了 又疯了又是 或者说哎呀小孩子怎么着弄了一下 哎呦就是父母打了和骂了孩子了 又如临大敌要隔离了 一辈子心里阴影了 对呦就是 就是卵童 你看不就拍那电影吗 小时候被神父什么教父卵过童的 哎呦影响了他们一辈子成长 你从这调查看 中国并不少啊 但是中国人多健康啊 是吧 马连辉玩到现在 你说越玩越好 玩得不够 玩得太久了玩得不够 就玩上瘾 就是没有晚上瘾 晚上瘾呢 我就承受不仅 就是就是虐待 其实你我们讲的很多不同的事情 它的核心概念 它这个同性缘啊 交叉点就是虐待 这个虐待一路是连到儿童的虐待 嗯 这是被忽略的一代 就是因为因为人家觉得这是父母管的 那他父母不管了以后 我们社会怎么来管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上次提到 就是精神的虐待 就在可能身体上并没有 他可能没碰到你的小鸡鸡 他可能没碰到 但是他以后使得你一直做噩梦 他你在几岁的时候就被人怎么一下 那这笔账怎么算 就是我们以前讲过 这精神的虐待 对我看过一个国外的这个教育孩子的 我就发现他有里边专门的一章 这外国人还真是 就关于这个小鸡鸡的问题 就是好像这个当父母的 得从小给孩子有这个 就不能别人不能碰你的这个地方 碰你的这个地方 就有种种的这种措施 你看上次我去美国 他们给我讲就有一个华人 在一个餐馆帮工 做了好久 现在可能还在坐牢 这是当地华人著名的一个案子 他在那帮工 然后有一个外国的父亲和小孩在那餐馆吃饭 上厕所出来 这个小孩就跟这个外国的 跟他爸爸说 说那个叔叔碰了我的小鸡鸡 其实这个中国帮工啊 是好心 他在洗手间 他看见外国小孩穿不上裤子 他上来跟他提裤子 也许碰到了 所以呢 当时这个华人餐馆 因为他可能还是那种黑工 当时华人餐馆 这个老板就跟他说 你赶快跑 你赶快跑 他还不跑 他说他觉得很冤 他说我 我为什么要跑 我就是帮这个孩子提裤子嘛 结果果不其然 一打官司 准输 就是怕做好几年呢 就是这个你 你碰了这个 在在在外国人来说 这就是大事 对 但是我也碰到过实际的例子 是完全更加相 完全倒过来的 中学生嘛 你知道表演 就是小分队表演 那其中有一个女的主角啊 班长啊 大家平常对他都有意见 他那天是感冒了 一直在流鼻涕 本来他不应该演的 结果就是他们还硬让他上去演 可是他到演的时候 他都跳舞嘛 他都被人捅上去 站得很高的时候 有一个男生在旁边 恶作剧就说了一句 说鼻涕流下来了 对功宣队就做起来 说他是讲黄色话 那个学生真是不懂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可是那个功宣队说